网贷机构的逾期贷款,据说已有万亿元,各方都在教苦,都自认为是受害者,全社会为之受害,各方都有原罪,贪欲之罪,诚信缺失之罪,如何破解网贷逾期催收投诉之困境,立足良性博弈,以和解,促诚信,据投诉以平台既有知情欲欲投诉处理之成果,逆出网贷投诉新规则草案, 承邀各方参与,共同获取,自去年12月1日,国家相关部门发出,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以来,对于网贷机构的投诉,在据投诉平台集中爆发,尽管据投诉对于涉及预期的借款人每人的投诉次数做了限制,截止2018年10月28日,据投诉人员受理关于网贷机构,的有效投诉16.5万件, 其中,6.3万件投诉获得反馈解决,解决率近40%,投诉持续有增无减,暴露了网贷行业相关各方存在的诸多问题,据投诉过往的工作,仅仅协助解决了部分恶性催修与极高利率的问题, 但众多借款人逾期现象的存在,导致双方的恶性博弈仍在持续,乃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基于一切未了解决投诉问题的据投诉宗旨,针对当下网贷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困境, 为帮助借款人免遭恶性催修与极高利率的侵害,帮助网贷平台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尽快争取到更多的还款, 同时避免借款不还者蓄意利用投诉的情形, 据投诉在此推出,网贷于期,催修与投诉,终极和解方案,草案稿, 炮专隐欲,成要利益相关者及全社会有识知识, 献计献策,共同解决这一问题。 网贷于期,催修与投诉,终极和解方案草案稿, 一,对涉及恶性催修的投诉,按照催修的危害程度, 分三种类型,解定借款人投诉后, 双方的责任,以一般性的恶性催修,解决方案, 1.1网贷机构,再停止恶性催修, 并与借款人协商,其与酌情减免后,经投诉人确认, 投诉可解案,1.2如借款人不接受解决方案, 网贷机构在相关投诉帖公开承诺, 只是该借款人偿还本金和年化利率24%的息费, 含于期费用,之后, 据投诉将对该铁直接予以结案, 1.3结案后,如投诉人反映网贷机构, 为履行上述承诺, 据投诉一经核时,则取消该网贷机构申请结案的权限, 并予以公示, 1.4结案后,在网贷机构未被证明失信的情况下, 如果作为借款人的投诉人, 人为全部偿还本金和年化利率24%的息费还预期费用, 则据投诉不接受其后续对于统一预期案例, 引发的催收等问题的投诉, 适用情形, 1.5对借款人或者其通讯录好友进行电话轰炸, 包括来电轰炸, 短信轰炸, 1.6对借款人或者其通讯录好友进行辱骂, 威胁, 1.7三借款人或者其通讯录好友, 发送涉嫌取载的律师函, 立案通知, 诉讼通知等正式函解, 举证责任, 借款人去做出必要的举证, 上传相应的截图, 被投诉方如提出质疑, 需做必要举证, 两对借款人及其家人, 对借款人同讯录好友造成明显损害的恶性催收, 解决方案, 2.1网贷机构再停止恶性催收, 基于投诉人要求向相关方作出道歉, 并与借款人协商对其所欠利息, 违约金等基于浊金减免后, 经投诉人确认, 投诉可解案, 2.2如投诉人拒绝解案, 网贷机构再向关投诉帖作出公开道歉, 说明, 并公开承诺, 只需该借款人返还本金, 之后, 据投诉将对该帖直接予以结案, 2.3结案后, 如投诉人反映网贷机构, 为履行上述承诺, 据投诉一经核实, 则取消该网贷机构申请结案的权限, 并予以公示, 2.4结案后, 在网贷机构未被证明失信的情况下, 如果作为借款人的投诉人人为全部偿还本金的, 则取投诉不接受其后续对于统一余期案例, 引发的催收等问题的投诉, 适用情形, 2.5与借款人通讯录好友联系, 散布严重的侮辱, 北半, 您会色情内容, 或者散布借款人, 及其家人敏感性隐私的, 2.6催收导致借款人丢掉工作的, 举证责任, 借款人需做出必要的举证, 上传相应的截图, 被投诉方如提出质疑, 需做必要举证, 三借款人或者家人因恶性催收, 收到严重的人身伤害的解决方案, 3.1不限定赔偿额度, 3.2被投诉方实际履行赔偿责任完以后, 相关投诉才能解案, 适用情形, 3.3借款人被催收者, 直接导致人身伤害, 3.4借款人被逼自杀或者导致严重自残, 3.5借款人家人被催收导致死亡或者中度疾病, 举证责任, 借款人需做出必要的举证, 需有相应的报警受理凭证, 警报证明罕见, 住院病例证明, 上传相应的截图, 被投诉方如提出质疑, 需做必要举证, 2.对于紧针对利率问题, 不涉及恶性催收等其他问题的投诉, 按目前的据投诉平台网贷投诉处理规则即为全建议, HTTP, TS, 21CN, COMNUSA, 2017, 12151132814740, 是怎么处理, 原约定的综合资金成本未超过36%的年化利率的, 对于相关投诉, 网贷机构作为被投诉方可申请无效, 超过36%的年化利率的, 减免制不超过36%后, 对于相关投诉, 据投诉单直接予以结案, 3. 不再限制借款人的投诉次数, 如上所述, 在网贷机构按照本方案公开在投诉帖, 向作为借款人的投诉有人做出相应的承货, 且之后未被证明失信的情况下, 如果作为借款人的投诉人, 仍不按这一方案, 履行完毕还款业务, 则据投诉继续保持极限由投诉的以结案状态, 并且, 不再接受该投诉人后续对统一与其案例, 引发的催修等问题的投诉, 在此基础上, 据投诉不再限制借款人, 的投诉次数该向限制要求, 详见据投诉平台网贷投诉处理规则即为全建议, 第三点, 4. 对于投诉人视线的承接, 曝光及个人信息, 据投诉平台的所有投诉人, 在成功提交投诉前, 均许点击同意21CN据投诉平台投诉发布规则与协议, HTTP, TS, 21CN, COMPage, PC Implant, HTML, 其中第一条, 就对投诉人视线做出严厉惩见, 一, 您作为投诉人, 同意并据投诉, 在您有下令为规行为时, 刚才曝光您的个人信息, 一, 投诉人做出虚假陈述, 二, 投诉人在某些投诉, 需要提供身份证信息时, 提供了虚假的身份证信息, 三, 投诉人在上传, 用于接受打赏的致富二维码信息时, 上传了恶意信息, 四, 投诉人涉嫌诬陷诽谤他人, 或者涉嫌泄露他人隐私, 因此, 五, 投诉人违背据投诉规则, 在投诉内容并不构成违法的情况, 下, 投诉后要求删写, 上述解决方案, 与借款利率紧密相关, 为此, 据投诉在此刻普下正确的利率计算方式, 并将以下数计算公式, 作为上述解决方案的基础, 目前, 网贷机构中所宣传的借款利率, 其计算通常存在以下两点问题, 一是将各种手续费, 会员费, 服务费, 不包括用户自行勾选, 都不作为贷款前置条件的增值服务, 等, 纳入借款本金中,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二是利用普通人对利率认知的偏差, 提供了一种不科学, 对借款人, 不利的利率计算方式, 及, 所有的借款成本借款金额, 今年三月, 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 已发文指出, 所有的借款成本借款金额, 的这一计算方式, 有五岛新宣传嫌疑, 某些现金带为保证自己的收益, 同时为了对外合规, 往往打着低利率的擦边球, 而金融行业通用的内部收益率计算方式, 则是更为合适和科学的一种利率计算公式, 详见, 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 第三是两四周报告现金带平台借款人, 如何计算借款票, 本https www.exert.org.cn.industry.202.industry.detail, 由于等额本息,等额本金还款, 把的计算公式较为复杂, 网友可直接在网络搜索贷款计算器, 如招商银行的个人贷款计算器, http www.sintgiant.com.info.ca. 网友可收入贷款金额期限年利率并选择对应的还款方式后, 即可验证该笔贷款的年利率是否超出百分之三十佣, 针对目前主流的四种还款方式, 借款合同中一般会约一定还款方式, 其年利率的计算方式, 据投诉条条到如下信息, 上代最终确认, 一次还本付息, 只贷款到期后一次性归还本金和利息, 目前在网贷中, 常见于借款期限, 在一个月以内的借款, 其计算公式为,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额等于贷款本金兴一月利率, 新贷款期月, 贷款期不到一年,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额等于贷款本金兴一年利率百分号贷款期为一年, 等额本息还款, 即借款而每月按相当的金额偿还贷款本息, 其中每月贷款利息按月初, 剩余贷款本金计算并逐月结清, 是目前网贷中较为主流的还款方式, 其计算公式为, 每月还款额等于贷款本金兴月利率兴一月利率还款月数除以一月利率还款月数一等额本金还款, 直接款人将本金分弹到每个月内, 同时付清上一交易日, 是本次还款月之间的利息, 其计算公式为, 每月还款额等于贷款本金还款月数加本金已归还本金内计算公式, 和新每月利率先细后半即嫌害利息再还本金, 其计算公式为, 每月利息等于本金兴年利率12除, 该公式仅适用于期限在一年内的借款, 请愿意参与实施上述和解方案的网贷机构, 及时联系告知, 并提供意见, 据投诉你在11月初确定上述方案, 公布财运机构名单, 进而据此处理相关投诉, 敬请各位前往据投诉, 据投诉, 财运建议, HTTPS, MP, Wayson QQ, COMS9X2UGG6L4K6XEMUG, 也可发送电子邮件之, JTSODRITCORP, 21CN, COM, 相关规定与重要文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HTTP, WWW, CNFAPU-XIANTQINT-1514U, HTML, 规范民间借贷统一裁判标准, 杜万华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HTTPS, WWW, China Court, OrGuardical Detail, 201508, ID1685717, Shtma, 规范证断现金贷, 滥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证据, HTTP, WWW, Gafi & Zinwen, 20171202, Content, 5243940, HITIM,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季节系问题的通知, 引爆2005129号, HTTP, WWW, PBC, Gafi & Tiofasi, 144941, 358, 1332, 3583282, Index, HTML, 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 第三十四周报告现金贷平台, 借款人, 如何计算借款成本, HTTPS, WWW, IFT.org, CNIndustry, 202IndustryDetail, 关于上海市网站行业市信息录入规则, 实行征求意见稿公裁征求意见的公告, HTTP, WWW, SF, Og Notice Detail, 517,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Og E7,